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聚焦于泰国 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数位钱包的刺激计划 旨在吸引4500万市民参与 发放现金以提升消费 虽然挑战不少 但反响热烈 接下来 我们将视线转向哈萨克斯坦 该国计划在明年举行的区域峰会上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着重于和平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展现出中亚地区日益加深的联系 最后 我们来谈谈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 随着针对日本公民的暴力事件增多 许多日本人对前往中国的安全感到担忧 这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安全对话 未来的局势值得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新闻01报道 泰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数字钱包的刺激计划 旨在提升国内消费 计划向4500万市民发放1万泰铢的现金 虽然面临不少挑战 但这一举措已经吸引了大量注册者 显示出民众的积极参与 与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计划在明年的区域峰会上 加强与中国及中亚的合作 重点关注和平安全和经济合作 希望通过共同项目提升与中国的贸易水平 最后随着针对日本公民的暴力事件增多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前往中国感到担忧 影响了他们的旅行计划 并引发两国之间的安全对话 在中国时政热门节目中 股市的波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尽管散户投资者在牛市中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但市场热度逐渐回落 政策能否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成为焦点 农业方面 玉米丰收却让农民面临销售困境 揭示了市场价格低迷的残酷现实 此外 长假期间外卖员小贩与警察之间的矛盾 反映出社会底层人们的无奈与挣扎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共高调宣布的增量政策能否落地并注入新活力 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局势节目中 投资者面对激增的刺激措施时需保持谨慎 尽管美股表现强劲 香港股市却仍低于2018年的高点 中国央行推出的广泛刺激措施使市场情绪反弹 但政策可信度 美国经济潜在衰退及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等因素 使市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此外 杭州近期取消新建住房价格上限 显示出中国当局为稳定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努力 尽管市场情绪有所回暖 但仍需谨慎看待 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热情逐步升温 尤其是ETF资金流入再度回暖 但长期增长的障碍依然存在 明镜新闻台报道 中国央行再次开启资金阀门 注入大量人民币现金流 旨在刺激经济 然而A股市场却出现剧烈波动 90后和00后投资者纷纷入场 却遭遇了割韭菜的命运 市场狂欢之后崩溃的风险依然存在 同时中国在秘密运送弹道导弹 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此外中国人走线换道的现象愈演愈烈 这条新兴的道路成为了当前最火爆的选择 联合早报则聚焦于中国 网球选手郑清文和王新渝的精彩表现 郑清文在武汉网球公开赛中 以2比1逆转加拿大选手莱拉·费尔南德斯 成功晋级八强 并在赛季中发球得分数上领跑所有选手 他表示希望能继续进步 尽管在比赛中感到疲惫 与此同时 王新渝以6比3、7比5的比分 淘汰了赛会二号种子杰西卡·佩古拉 实现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 此外 西班牙网球天王纳达尔宣布退役 引发众多球员的致敬与感慨 《明报》则报道了中国通天酒夜的股东顺图发展 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罢免包括集团主席王立军在内的8名董事 顺土认为在王立军的领导下 公司的表现不理想 停牌和业绩延迟公布的问题平线 因此 他们希望通过罢免来推动公司的改进 若提议成功 剩余的7名董事将继续执掌公司 特别股东大会将于11月4日之前召开 进一步的发展动向备受关注 明镜火拍 在台湾国庆演说中 总统赖清德坚定地重申了台湾的主权与独立性 明确表示中国无权代表台湾 并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的立场 他呼吁中国共同面对全球挑战 寻求和平合作的可能性 这番言论引发了中国国台办的强烈反击 指责赖清德推行新两国论 并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关系 随着中国在台海周边的军演活动增加 台湾民众的安全感受到更大的威胁 演说的内容也在台湾内部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分歧 天下文章 在赖清德的国庆演说前 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 强调不应将演说 作为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借口 赖清德在演说中 重申了台湾的独立地位 并呼吁两岸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同时 佛罗里达州正经历飓风米尔顿的侵袭 造成严重的破坏与停电 州长德桑蒂斯呼吁居民保持警惕 做好避难准备 赖清德的演说不仅引发了国内的关注 也可能对未来的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BBC 赖清德首次以总统身份发表国庆演说 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 并强调台湾主权不可侵犯 他在演说中提到中华民国多达八次 显示出对这一论书的重视 尽管演说内容并无新意 但体现了民进党政府的延续性 国民党则批评赖清德的立场 认为其将台湾带向危险的边缘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称赖清德的言论是死路一条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的未来走向仍然充满变数 商报报道 2024斯诺克武汉公开赛 在正赛第四日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表现出色 四位选手成功晋级八强 尽管Top16种子中仅剩三人 比赛中 中国新秀龙泽皇逆转战胜英格兰选手 沃拉斯顿晋级四强 而丁俊辉则意外止步 输给了克里斯维克林 未免冠军贾德特鲁姆普 也以5比2战胜约翰西金斯 成功晋级 其他中国选手如萧国栋和斯嘉辉 也表现出色 分别击败各自对手 确保了中国在本届赛事中的强劲表现 商报进一步分析了网谈名将 德约科维奇 在2024年ATP上海 网球大师赛的表现与情感 德约科维奇以直落两盘的成绩晋级八强 向职业生涯第一百贯发起冲击 他表示 上海是他的福地 曾五次再次捧杯 并对中国球迷的支持表达了感激之情 德约科维奇还展示了他的中文能力 试图用简单的汉语与球迷互动 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他的红色服装更是象征着对中国的敬意 显示了他与中国的深厚情缘 联合早报则关注了亚股市场的动态 售美股创新高的推动 亚洲市场普遍上涨 但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 却出现高开低走 最终下跌0.29% 分析师指出 尽管市场出现获利回吐 整体情绪依然积极 尤其是在即将公布的企业财报前夕 中国央行的流动性注入 也为市场提供了支撑 展望未来 房地产板块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投资者对中国进一步刺激政策的预期依然高涨 尽管也面临政策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 华尔街电视报道 高盛中国董事长范祥在2024上海全球资产管理论坛上发言 强调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困境 空仓或重仓都令人痛苦 他以小媳妇比喻金融机构 指出虽然外界对中国故事充满期待 但过去几年却遭遇诸多挑战 范祥坚信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未来几十年将无可替代 成为投资者必须配置的资产 他透露 高盛将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认为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机遇 尽管当前并非最佳时机 新洲网报道 以色列坦克于10日炮轰联合国 助力巴嫩维和部队的哨塔 导致两名维和人员受伤 联合国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指出以色列军队的行为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除了炮击 报道还提到以军士兵 故意开枪破坏联合国的安全设备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此事件引发国际社会 对维和人员安全的关注 凸显出在冲突地区 为何任务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明镜想点就点 节目分析了美中在亚洲 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 特别是在数据中心 和海底电缆的争夺战中 随着中国在技术自主性方面的进步 美国的控制力逐渐下滑 导致两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出现明显差异 中国在泰国和菲律宾的 云计算市场占据优势 而美国则在澳大利亚 印度和韩国有一定立足之地 随着数据需求的激增 这场数字对抗不仅影响两国 还可能对整个亚洲 及全球的数字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依赖性 也愈加明显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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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